HELLO 大家好我是安东尼 今天让我们来谈一谈相机 我的主力相机呢是Canon 200D 今天呢就让我们来谈一谈为什么我还用着这一款入门级的相机 话说一开始呢是完全对相机没有任何的姿势 以前用过的相机呢都是把它调去自动然后就开始拍摄了 然后有一天呢突然间头一热就入手了我的人生中第一台相机 也就是这一款入门级的Canon 200D 就这样就开始了我的摄影旅途 当时拿到相机的激动和迷茫的感觉呢是一起的 即使在买之前呢在网上看了很多评测很多资料 可是到真正拿起相机的那一刻呢 我竟然连怎么开机都不会 这种感觉呢真的是超级的奇怪 与其纸上谈兵呢不如实战操作 就这样边学边一步一步走来 我用这一台相机呢拍过商业单广告 这台相机也跟着我去了别的国家 包括现在大家所看的YouTube视频呢 都是90%有这一台相机拍出来的 基本上呢这台相机呢已经把它本身的价值赚回来的 话不多说今天就来聊聊为什么2021年的我还用着Canon 200D 不过在开始之前呢先来讲一下 因为我本身呢是拍摄视频的 所以接下来所讲的观点呢都是关于影片的 而且也不会很详细的去探讨参数 接下来所讲的完全是我个人的使用体验 Canon 200D呢有一个非常易于使用的系统 即使呢你对相机完全是零基础呢 你也呢把它调去引导模式 也就是呢菜单会告诉你接下来你要按的功能是什么 还是你要换去的模式是做什么的 比如说光圈优先快门优先又或者是自动 该模式又会如何影响画面的信息 相机都会一一的告诉你 这个功能对于一开始完全没有基础的我无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功能 自动对焦也是当初我选择Canon的原因 虽然其他厂家的自动对焦也是做得很好 可是大众都觉得Canon的对焦真的是数一数二 当然这个也不是吹出来的确很好 在使用这一台Canon 200D的旅途中 自动对焦真的从来没有让我失望 双像素的自动对焦 人脸识别的自动对焦 即使在我看不到屏幕的情况下 我也是可以很放心的去相信它的自动对焦 而且你也可以通过点击屏幕呢 来选择你要对焦的点 它的对焦速度真的是很快 这块只有三英寸的屏幕也是很多人会选择佳能的原因 当然我也不例外 不管你在高拍低拍还是自拍 你都能把这块屏幕调到你舒服的位置 而且屏幕是全触屏的 你可以通过点击屏幕来选择你要对焦的点 或者游览照片 再或者通过屏幕来调整设定那些 如果按钮不是你的喜好 这一块只有三英寸的屏幕 基本上可以实现你大部分的操作 虽然Canon 200D有那一支麦克风 但是收音欠佳 一部影片最重要的就是音质再来才是画质 如果你的收音不好真的很难留下观众 所以能够外接一个麦克风真的会帮助很多 即使我只是使用一个非常便宜的领夹式麦克风 收音方面也会有很明显的提升 佳能的镜头群可以说是非常的齐全 你可以根据你的需求和预算来购买适合你的镜头 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升上去 就像我最常使用的这两个镜头 广角和定焦 其实都不是很贵的镜头 就拿这支定焦镜头来讲 我买的时候是二手的才180块而已 可是它还是帮我完成了很多拍摄上的需要 就如果全包允许的话 我完全可以升级我的镜头 而且即使最后我换了机身 这些镜头都可以保留下来重用 所以对我来说镜头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 好啦 以上就是为什么我2021年 还使用这个Canon 200D的五个点 总结来说作为一台入门级的单反相机 比上不足但是比下绝对有余 因为最重要的还是站在相机后面的 我们 好啦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啦 我是安东尼 我们下期见 拜拜